你觉得上班时间很长吗 台湾的年均总工时排行全球第四高 那么最近欧美不是都掀起了周休三日潮吗 所以有劳团的建议说 那台湾是不是也可以思考能够跟进呢 那么实际问到在美国工作的民众 他们都说周休三日并不影响公司的营运 而且效率更高 一早八点多工作到傍晚下班 这是台湾大多数人的日常 根据劳动部统计 疫情前台湾的平均年总工时是2027小时 到了2021年逐步递减 不过平均工时2000个小时 还是排名世界第四高 虽然说是周休二日 但是其实正常的工作五天 其实蛮多都是超时的 没错 反观许多欧美国家掀起一波周休三日潮 像是冰岛 纽西兰 芬兰等国家 规定劳工们不可以报干工作 在没有减薪之下工作效率还是高 维持公司正常收益 周休三日的话它是蛮大的福利 所以可以试试看 跟上周休三日潮的还有英国70家公司 包含科技业 金融业 服务业等都加入试办 比利时则是祭出配套措施 每周公时维持38小时 不过每天的公时得从8小时拉长到10小时 有在美国工作的民众分享真实体验周休三日的成果 多数民众都支持 老团也认为国内若要跟进可以参考西班牙模式 政府补助1000万欧元相当于3.2亿新台币 补助200多家企业实施周休三日 有效公时比投入公时其实是更加具有生产力的 我知道国内的有一些像主板业或者服务业 生产业制造业 他们都已经有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作为他们公时的安排 台湾平均公时高若跟进周休三日对劳工来说简直是一大福音 三立新闻 李文勇嘉宇 台北长报道